Super Fight 3 Rounds Kick Boxing Men's 65 Kilos 首先我们通过大屏幕来认识一下 玩风选手 热情 蓝芳选手来自法国 In the blue corner from France Introducing that one Please I'll show you nothing from me Your life's a burden we bear Your life's a hate that we share You want more I'll show you nothing from me But enemies Enemies You started something that you just couldn't stop You turned the ones that you love into the angriest mob And the one last wish is that you paid for it And there's no 好 我们现在把目光投向我们现场的屏幕 来看一看这位神秘的天才少年 Get up 好的 我们有请红花选手 在国际赛场一举吐袭的天才少年张成龙 Forgetting I'm alone and gone So leave me for the things I've done And I saw what I've never become I want this I need this I love it Crawling from hell Crawling from grace And there's nothing left to play We didn't know that So go great So we call my incarnate A' I, I'm alone and gone And there's nothing left to be And there's nothing left to be I, I'm alone and gone No, I'm alone and gone It's the fact that I'm the best I have never become I'm alone and gone I've never become I'm the best 职业佳季38战33胜12次K1对手 2012年S1大赛的冠军 207年K1GP的62.5年级的世界四强 美丽达真正 当你考虑地毕章 L'Ebibulic de France 因编冰巴黎 编冰子律 Demba Peace L'Ebibulic de France 红旺选手 这个战绩拖到我这个职举中下 19岁的张成龙代表胜利人和搏击技术部 职业战绩41胜5副12次KO对手 他是非常著名的格斗瑞荣耀格斗的签约选手 2014年央视中泰四人赛61公斤冠军 2015年巴蒂亚麦克会看61公斤级四人赛金腰奈格主 也是泰国第一大的纯泰赛是泰战台法 孟古战的冠军 额美传奇65公斤级的冠军 TOPKING世界泰拳大赛 研究剩下65公斤级的冠军选手 Glory冥妖格河南战主赛冠军 也是Glory过往周战雨量级四人赛金腰奈格主 他被荣耀格斗的冠军选 当成了全场最佳拳手 让我们回红泛选手 这位在国际赛场上 被中国拿了很多骄傲成绩的天才少爷 张成虎 Glory冥妖格河南战主赛搬摩 到达向应威 ジ guessed Voku 南方杰尔瓦尔在这个65公斤级里面的身材相当吃香 180公分 属于又高又快的 然后他拥有S1金腰带 然后呢他也打过K1 K1输给平本年差一点点判定 些微输给他 那平本年后来输给魏瑞 所以由魏瑞拿到了K1的金腰带 那我们目前张成龙他是跟他哥哥 张成宇今天兄弟同台一起来比赛 张成宇是要打67公斤级的这个较量的 对 然后张成龙当初就是自己跑去泰国训练 不跟哥哥在一起 那回来打比赛呢 他也不让人家知道他的哥哥就是张成宇 直到今年打出明堂之后呢 他才跟大家透露他们是兄弟的 那现在张成龙在这Glory的舞台上 他是于量级排行第十的 相当不简单 那张成龙其实也因为这刻苦的训练啊 所以身上都有些旧伤 包括之前手还被心当的踢 踢伤过还要没踢断 其实从两位拳手的这个履历 包括他们所取得的这个职业战局上来看呢 应该说是在博众之间的 对 那么就看今天呢 两位拳手之间的这个对决当中的发挥 那么作为张成龙 呃我们刚才在这个比赛一开始的时候呢 菜市导呢就给大家讲过 就是他的对手德尔瓦尔呢 是 是拥有这个级别选手当中最令人羡慕的身材的 是 也就是说不高 但是呢也不矮 力量很足 同时呢 由于身材的比例比较恰当合适的话 反而是在这个一些小技术环节当中 他具有一些独到的特点 对 那他是在法国的泰拳学校受训的 是马猫底 他这位教练目前在台下 然后他们叫完中 一般选手都是很兴奋 赶快冲去吃早餐 他们不是不能吃 其实慢慢喝他们的饮料 比较科学一点 因为你饿太久一下子太早 那个身体消耗不了 刚才是对方的重心 是有些偏移 被这个张上东顺势 用正踢就是正顶 顶了一下他的这个支撑腿 所以刚才是德尔瓦尔倒地 但是应该来讲呢 并没有受到太大的这个影响 是 那过去我们的这个法国小将 看到影子的开枪 疯狂的攻击 那我们张成龙啊 是这个金鱼计算 算时间 算这个距离 好算好了继续 对方跑掉了 又跌倒了 因为对手急于往后逃 腿还没踢完 他都想往后跑了 所以就滑掉了 嗯 这属于重心是比较乱的 这是初学者 我常常会犯的错误 就是怕打 头位往后仰 包括初拳也是 头位往后仰 就是不对了 初拳 这个整个身体 是要稍微往前压一下 把这样力量带出来 这样双方第一回合的比赛结束 我第一队说 成绩来讲的话 他算一句话的 对 是 因为作为这个 球尔娃 他别很快倒 但更多的带有一个 鼓动态的一种味道 除非味道 或者说是被 但是 这滑道也因为 一个大的 人是 现在这位教练是他的教练 他抛去 抛去的教练 现在他把这些格纹 还是这种格纹 包括这个自由国籍 首先来讲呢 他是战力式的这种格纹 战力式格纹就要求什么 你重心要稳 你的这个下盘太虚 或者说是老是平凡的摔倒 滑倒等等的 实际上对自己是非常不利 但那种稳跟蹲马步 又不一样的概念 那是一种动态的平衡 哇这个扫地很重 我们可以听得很清晰的 这个几打 漂亮漂亮 扫到了 有没有让张诚拐到脚呢 要注意一下 刚才差一点又形成前腿 是 现在两个人是反架对反架 转身边拳 刚刚转身的边拳没打到 是 张诚龙今天也毛起来用后手 因为张诚龙后手也有伤 对 手稳了也有伤 那不管了 先打再说 再加上他的这个身材又比对方稍微矮一点 因为今天不能用走嘛 其实张诚龙走法这个很好 不能用走 那就麻烦了 哦 差一点被吸上头 今天张诚龙的后手找到感觉的蛮准的 他底下这个正针啊 包括这个低边腿啊 其实更多的只是扰乱对方 这么一种一种方式 刚刚发过小天用前手脑乱了一下 我们张诚龙偷点了一下 哦 偷贴两下 所以张诚龙这段时间我们看到 一定用身体的侧面来迎击对方 现在两个人腿法都硬碰硬 接完之后扫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强调的这样 截住腿之后停顿一下 然后呢 再扫他支撑腿 对 好的 直接把对方打开 这几下打击也不错 拳法力量有贯穿进去 拨得好 但对方呢立刻稳住重心 顶了回来 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的法国选手 又踩正架 他现在又踩反架 他是双架的选手 对 一下右手在前 一下左手在前 两边互换 这种选手最难缠 跟那个打篮球一样 左右互换 一下左边上来 一下右边上来 对 下右边这个正架 刚才高扫被这个张诚龙顺利的躲开 对 又是一个转身踢 接腿 然后又打 好的 今天法国选手有个问题 打完就想往后撤 这是他最大的问题 可能他自己也担心被对方的重拳击到 是 但是这种 所以打一枪想换个地方的这种方式呢 反正对张诚龙威胁不大 你可以往左右 但不需要往后 往后撤的话 就等于是你主动避开对方的这个攻击范围了 那这样的话就是虽然对方没有打到你 你是安全的 但是你对对方也没有威胁 对 好 好 那现在双方第二回合的比赛也结束了 但是很明显的就是第二回合 应该来讲张诚龙战略上方 谢谢 宽敞 2 2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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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现在来观看双方第三回合的比 哇 再度成功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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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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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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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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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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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说今天的两位选手呢 在比赛当中 在这个级别给大家感觉出了一个 和前面的六十五公里 比赛的完全不同的一种感觉吧 好 现在马上将进入到本场比赛 最后的结果宣布我们等待 在这场比赛 经过裁判的裁定结果如下 一号裁判 judge number one 29比28 29 28 二号裁判 judge number two 30比28 30 28 三号裁判 judge number three 29比30 29 30 and it's about by an unanimous decision 本场比赛 分歧行判定比赛结果 后放松